光丰地区农会于马泰安休闲农业园区一年一度的 香情传爱公益活动 今天在湿地园区暖心登场了 而这次特别以剑走闯关的方式来做公益 吸引到上百多名的人来报名参加 而上午的开幕典礼中也将活动所得共13万 分别捐赠给基督教门诺会 还有门诺医院及安长照园区 以及补贴光复商工清函学生住宿费 及众人之力一同来关怀社会 部落青年团带领大家跳充满部落风格的健身操 除了暖身延续第六年的香情传爱 以众人之力传递关怀的爱心令人超暖心 今年一样有捐赠给三个单位 我们门诺的山木中心 跟我们师志永爱楼 还有我们光复高职在地的清寒学生的部分 官方地区农会与马台安修区 从民国107年开始就以在地势力生态环境 部落食农文化特色为主题 号召国人参加香情传爱公益活动 共同捐助地方社服机构等单位 年年获得全国各地的热烈回响 我想这个缘起最早是我们的心率农员朱靖兰 他最早他觉得在地性办的是香情传爱的公益餐会 今年已经第六次了 第六次每一次办的内容不一样了 真的非常感谢 昨天前天那下雨 考验我们主办单位的办事能力跟决心跟考验 那也要考验说我们对于这个活动 这个公益活动大耳向心力 所以看得出来我们是很支持 我们光复香 我们支持马台安休闲农业区 花蓮目前是好山好水 好安全的一个状态 跟大家来宣传说 让大家来花蓮来旅游 来促进我们的一个经济 那今天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含义 就是说今天是一个公益活动 那其实我们经济受到作创之外 那其实公益团体他们的收益 其实也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所以今天藉由这一次的一个活动 像我们的这些公益的一些东西 来支援我们的一些公益团体 让他们可以持续的一个继续下去 今年度香情传爱公益活动 虽然受到花蓮地震风灾效应 捐助并参与活动的规模不如以往 但仍然有来自全国各界的爱心扭入 总共13万元的活动收入 在今天上午的开幕典礼中 也进行公开的捐赠仪式 非常优质的照顾单位 所以他们一直致力在花蓮照顾我们 也用大家最热烈的掌声 送给我们在座的单位好吗 受证单位除了是有基督教门诺会 善目中心 门诺医院 吉安长照园区的社福机构 另外也捐赠给在地光复商工 作为贴补清寒学生住宿费 主办以及协办单位 不仅感谢各界对活动的支持与配合 也将继续努力 让香情传爱不中断 继续照顾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